好同样也是相待会来看到光复乡长临清水面对地方的负面舆论 疫情的挑战以及经济建设产业的发展 他强调部分族群大家都是生命的共同体 共存共荣 那么光复乡才能够往更好的方面发展 虽然一开议相待会内部发生争执小插曲 但不影响今天定期会乡长摄政报告一程 厢长摄政报告开中民意 包括光复乡公所办公大楼披荐案 传统市场拆除重建 原住民特色道路 大农大部森林园区周边基础设施整建 都市计划雨水下水道清淤 第一公墓整坪 部落聚会所兴建等等 零零总总25件建设工程警督的说明 另就智山防洪 社会福利及农业观光等软体建设 乡长临清水也足以阐述 我们希望说我们全向上向下下 我们像疫情一样 疫情发生这段期间 大家有志一同 来吸手来克服这些困难 我们也希望说 我们府会 我们代表会 公所可以是一家人 所以大家应该感觉说 这两三年来 我们真的 我们交代我们的 我们的主管 我们的代表 我们村长 所建议案 相当的重视 相当的重视 可以做的 可能做 不能做 可能因为有问题 我们往上捡 往上送 除了乡长市政报告 另外各科市主管 也就日升工作业务 轮番帐台报告说明 官方相待会 第21届第六次定期大会 乡长林清水 在市政报告中强调 面对疫情挑战 经济建设产业的发展 以及地方负面舆论 乡长林清水 在市政报告中表示 面对疫情挑战 经济建设产业的发展 以及地方负面舆论 乡长林清水 强调 体谅谦卑 及稳定经营的理念 不分族群 共存共融 光复乡才会有好的发展 记者是玉兰 光复采访报道